现代人压力大 有摄影师拍下了鱼缸中的小鱼 还有城市的照片 再把两个合成在一起 打造出一个魔幻的世界 他说他自己就是鱼缸中的小鱼 不甘心每天只能够看到 枯燥乏味的景色 他很想要挣脱现代都市的舒服 照片上方活泼的鱼群 开心自在的细水 下面则是拥挤的城市 这是摄影师严鹏骏的作品 每张照片都融入两张以上的不同影像 呈现想要逃脱现实的舒服心情 我把鱼当成是我自己 我会觉得我不要再被鱼缸受限 我要从鱼缸里面出走 因为我就是借着我的作品 把生活中被压抑的那块 我把它解放出来 艺术家严鹏骏2006年开始接触摄影 他说每天上班时 都会经过一个大鱼缸 他觉得自己就像是里面的鱼一样 每天只能看见同样的景色 于是决定用摄影把自己比喻成鱼 并合成到都市的各个街景 打造一个魔幻世界 在路灯下一群小鱼悠游自在 严鹏骏说光就是它的出口 而他最喜欢的作品 是一只小鱼飞出窗外的照片 象征他逃离原来的环境 游向未来 人群结合灰暗色调 就像在都市中大家不关心彼此一样 他说其实这次的展览 就是他用摄影呈现 从束缚中解脱的过程 我这样会展出来是让观看者 去看到我两个不一样的面相 一个是比较灰暗的 然后灰暗之中我也要让人家知道 我有试着去找到我的出口 每一件作品都是黑白色 严鹏骏说可以给观众 更大的想象空间 体验城市中的魔幻世界